柯文哲現身在基隆市府市長 謝國良門口熱情迎接 兩人甚至還玩起交換禮物 這是兩人在選後第一次會面 我只是私下來拜訪 我怎麼這麼多記者來下來 嘴上說只是來私下拜訪 但以卸任台北市長身份來拜訪謝國良 兩人相談盛歡聊到超過表定時間 也讓外界猜測這次會議 是否為藍白河的起手事 我是國民黨的縣市長 我一定會遵從國民黨的最後的決策 來支持我們黨所提名的候選 邱佩玲也是認識嘛 他們的副市長 另外謝國良 這個市長我以前也認識了 所以今天其實是私下拜訪 來看看老朋友給大家加油打氣 兩人口徑一致 對於藍白河沒有過多的想法 話風一轉 談到立委高嘉瑜實演爭議 柯文哲幫忙說話 一個團體裡面你知道 有時候要容許說 他講話比較直白的 其實我也不覺得他對民進黨 有什麼不忠心或說不好 直白的還有自己在沿上王世堅中 親口許下的新婚禮物 希望王世堅2024能會賜一票 柯文的爸爸跟我是同事 所以有時候我說捧個腸 讓他拉拉收視力就這樣 大家伯君一笑 大家笑一笑就好了 至於2024有沒有打算和郭董搭配 柯文哲說 半年後再來回答 也替2024怎麼買下伏筆 繼續黃偉濤 黃蓉燈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